这是西班牙皇家海军的绝对主力 是继美国提康德罗加级悬航舰 阿利伯克级驱逐舰 以及日本金刚级驱逐舰之后 全球第四个配备宙斯盾系统的军舰 今天火力军就为大家介绍的是 西班牙阿尔瓦罗巴赞级护卫舰 该舰的诞生可谓是西班牙海军的一部血泪史 想当年西班牙皇家海军可是打遍欧洲无敌手 但如今其海军实力却沦为二流选手 拥有辉煌历史的西班牙人自然不满足于此 1980年代的英阿玛岛战争警示了欧洲各国 缺乏防空能力的海军舰船 在战争中只会处于被动位置 不利于制海权的掌握 因此各国开始关注下一代主力舰船的对空防御能力 于是在1994年 西班牙与德国荷兰开始了三国共同护卫舰计划 目的研制出以防空作战为主并兼顾其他需求的护卫舰 三国使用共同的雷达和武器系统 尽量增加各自制造船体的通用性 起到分摊研发经费 降低采购成本 确立共同后勤支援体的效果 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荷兰信号公司 牵头引发的APAR主动相控阵雷达 和SmartL长波段扫描雷达 但是随着该计划的事实开展 西班牙人发现了问题 共同护卫舰的雷达和战斗系统 都是全新研发的 这对于军工底子较厚的荷兰和德国而言 是积累了技术原创 还能顺带培植本国的研发队伍 但这对于在该领域没什么基础的西班牙而言 不但风险和成本过高 而且研发分摊量太少 最后纯粹是给人家掏赞助费 于是发现不对劲的西班牙 在第二年就果断退出了共同护卫舰计划 并决定转而引进美国的出口型宙斯顿雷达 自行建造符合本国需要的 阿尔瓦罗巴赞级防空护卫舰 而原项目代号F100则保持不变 引进宙斯顿雷达 使得西班牙成为基日本之后 第二个获得美国出口宙斯顿系统的国家 为了容纳宙斯顿系统 以及巨大的SPY-1D雷达系统 西班牙造船厂在美国洛克西德马丁公司的协助下 对阿尔瓦罗巴赞的舰体设计进行重大修改 其长度与宽度均有增加 全长146.7米 舰宽18.6米 满载排水量也提升至6400吨 在经过多年的研制与修改后 其首艘舰于2002年正式服役 从外形上看 外界普遍认为阿尔瓦罗巴赞级护卫舰 是美国阿利伯克驱逐舰的缩小型 实则不然 从该舰舰体的流线型和上层建筑布局来看 该极舰更应该是佩里级护卫舰的放大型 毕竟早年西班牙曾经通过授权 自行建造了6艘佩里级护卫舰 在这个级别的舰型设计上 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阿尔瓦罗巴赞的基本设计 经过隐身考虑 舰体表面采用了倾斜造型 并避免尖锐棱角以降低雷达散射截面 同时为了降低舰体红外线讯号 主机废气排放前 先经过热交换系统 让高温的废气与外界较低温的空气 充分混合再进行排放 此外 舰身设有洒水降温系统 能迅速降低舰体表面的温度 为了减少被声纳发现的概率 阿尔瓦罗巴赞的轮机装备 都安装于弹性基座上 各管路也使用弹性连接头 来降低震动与造讯 舰上配备主动削磁系统 能抵消舰体长期受到地磁影响的磁化 从而降低舰体磁信号 当然人们认为它是小号 阿利伯克也是有原因的 即采用与阿利伯克相同的模块化建造 全舰由27块模块组合而成 其中舰体模块19个 上层结构模块6个 另两个为烟囱模块 西班牙因为没有突出的安全威胁 故而三军规模都比较小 6艘授权制造的佩里级护卫舰 就已经够用 阿尔瓦罗巴赞级的建造 就是为了1比1替换这批老旧的佩里级 而且西班牙对自己的国防科研能力 有很清楚的认识 在该级护卫舰的建造过程中 除了船体自己造 作战系统根据本国海军的需要研发外 在雷达 武器 动力上 全部选择了成熟的产品 阿尔瓦罗巴赞级护卫舰的宙斯盾系统 采用的是与阿利伯克相同的 SPY-1D相控阵雷达 但是只有两具SPG-62照射雷达 因此在同步对空接战量上不如后者 阿利伯克能同时接战16至18个空中目标 而阿尔瓦罗巴赞为9至10个目标 虽然已经简化了照射雷达数量 但宙斯盾系统从89000吨的驱逐舰上 安装到6000吨的护卫舰上 其重量的平衡 供电 信道干扰 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由于阿尔瓦罗巴赞的舰体吨位较小 为了避免舰体重心过高 SPY-1D的四面阵列天线与发射机 无法像伯克一样 都装在首楼结构的同一层甲板上 为此 该建的建造承包商西班牙IZAR公司 将四面阵列天线 发射机 导拨管 以及相关电子装备 安装于舰桥后方 一个相当高大的塔状建筑物内 并分置于两层甲板上 发射机在下层 天线在上层 同时这个建筑物顶端还承担着 辅机废气排放 降温功能 在动力系统方面 则与阿利伯克的全燃气轮机不同 其采用复合柴油机与燃气轮机组合动力 装配在前后两个完全独立 且设有防水舱门的机舱中 每一个机舱内装有一个卡特比勒3600柴油机 和一个通用公司的LM2500燃气轮机 以及一套变速箱 各组成一套独立的推进单元 并驱动双轴五叶片可变锯螺旋桨行进 整件的电力由四组MTU柴油发电机组提供 安装位置为舰艇前段后段各两组 每组功率为1100千瓦 阿尔瓦罗八战相当重视舰体的防护和损坏管制 并拥有核生化防护能力 全舰以防火舱壁隔城的四个损管控制区 美区各自拥有独立的核生化过滤系统和加压空调 在武器配置方面 该舰基本上都是采用美式装备 配备一门MK45 127毫米舰炮 值得一提的是 该舰炮还是从美军退役的 塔拉瓦级两栖突击舰上拆下来的 西班牙人可真会过日子 舰炮后方是六组八连装MK41垂直发射系统 装备标准二区域防空导弹 以及一管四枚装的新一代海麻雀短程防空导弹 依照西班牙海军的配置 阿尔瓦罗八战的48管MK41垂直发射器 可装填40枚标准二防空导弹与战斧船航导弹 其他八管则装填一管四枚 共32枚的海麻雀短程防空导弹 或者将海麻雀的数量增为64枚 标准二或战斧导弹数量减为32枚 舰尾有一个直升机机库与直升机甲板 可操作西班牙构自美国的HS-23反潜直升机 舰身中段有两个四连装鱼叉反舰导弹发射器 在原定的建造计划中 该舰机库上方设计一门西班牙自产的 马洛卡12管20毫米机炮作为进防武器 并由意大利产的火控雷达进行目标指引 但由于退出共同护卫舰计划后 就并未配备此系统 因此西班牙在美国的协助下 改由SPY-1雷达指挥 然而在实际服役后 阿尔瓦罗巴赞也从未装配 马洛卡近防武器系统 原因就是在配备海麻雀短程防空导弹之后 马洛卡近防武器系统的必要性也大幅降低 而原武器改为了卫星通信天线 另外搭载电器设备上 虽然主要此系统是美国产品 但西班牙还是尽量选择国产的光电设备 电子支援 火控等 毕竟这是曾经辉煌的无敌舰队最后的颜面了 总体而言 阿尔瓦罗巴赞级护卫舰 将原本为8000吨级驱逐舰设计的宙斯顿系统 巧妙地安装在了6000吨级的自己身上 可谓是性价比颇高的选择 好了 这就是关于该舰的全部介绍 你们认为西班牙海军这种造舰方法 是否符合其自身需要 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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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